雷森如J.A.R.E.出道以來創作過不少好聽的歌曲 去年成為獨立歌手之後 毀了公司枷鎖 最近創作出第一首表達自己的新歌《雙面哈飛》 J.A.R.E.說全靠這個人鞭策他 林家棟先生這五六年來的鞭策 我終於做一件事是對得住他 之前覺得這五六年是對不住他的 因為他每一次我出新歌他都有留意 但每一次他都 我知道他是失望而回的 因為他都覺得我不是在做自己的 J.A.R.E.之前憑林家棟監製的電影《死開點啦》 獲得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 之後兩人一直亦屍亦有 不過J.A.R.E.為了做這首歌付出了不少 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 還教人彈結他賺錢 自支十萬去製作 然後我自己買了道具 包括MV裏面的床架、床褥 全部都是我從別人家裡拿回來的 在網上買了別人一些鐵床架 還有其他豬心、豬血 都是在街市買回來的 J.A.R.E.用了大半年時間 才還清這條數 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的他 有沒有羨慕過同學收入穩定呢? 在讀書或者還沒讀書之前 都已經認知 如果讀書出來的話 就算不是國際公司 都可能是收入可觀的 但是可能我個人的價值觀 不只是在於錢 我的心靈上都需要很大的滿足